实际上,设计不破防线的纳什尔·萨汉森审判官 在加入欧克塔琉斯的战争中时已经相当高临 他目前是靠着严授手术以及植入仿生器官才勉励支撑 据说,年轻时的审判官相当英勇 长期与自己的特工们一同战斗在最前线 直到萨汉森在与一种名为赫鲁德人的异形战斗时受了重伤 才无法再投身战场 而这些经历也为他在帝国各个部门中积累下了大量人脉 不管是新界军还是帝国海军的统领 甚至包括一些阿斯塔塔战团的指挥官 都与萨汉森有着一些人情事故 后来,这名无法再亲自上前线的审判官 还依靠着自己的战斗经验撰写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这些作品也得到了帝国军官们的追捧 正是靠着如此的地位与积累 萨汉森的不破防线计划 才能在派系势力错终复杂的帝国政府中得以实施 而相比之下,他的反对者 攘外修会审判官阿索·寇斯·凡罗斯 则非常缺乏政治影响力 凡罗斯为人低调 或者说他总是喜欢避人耳目的行动 这名激进的审判官习惯在暗地里工作 只打必要的仗 并且,凡罗斯认为 只要异形科技能够帮助人类消灭敌人 那么就可以以最大程度 以最低底线地利用这些科技 此前,为了获得死亡守望星际战士的信任与支持 他不断冒着生命危险 在欧克塔·刘斯的战场中 协助着死亡守望杀戮小队们的行动 正是通过死亡守望 凡罗斯仿佛找到了彻底消灭太伦重铸的方法 那就是一点出自兽人祭司之手 能够有效干扰重群指挥练的绿皮王冠 为了寻找到可以对这一异形科技造物进行深入研究的安全场所 审判官动用了自己所积累的全部人脉 组织起了一支成规模的舰队以及远政军 前往了兽人帝国中心旁边 由领主所控制的世界 维罗利亚·凡罗斯相信 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他的团队一定可以完成对于兽人王冠的研究 甚至是复制并量产这一科技 如此,他便会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审判官的野心正熊熊燃烧 而这股烈焰最终也会将他的主人给吞噬 凡罗斯的部队一抵达维罗利亚 便将星球上的一处废弃兽人要塞 作为了自己的地面基地 这里仿佛并没有泰伦以及绿皮的主力 荒凉的平原上只是散布着一些破败的灵主造物 以及四散的异形残军 审判官的人马立刻便开始了试验工作 被部署到地面的人类部队 捕捉来了当地的一些泰伦生物 以观察他们在兽人科技面前的表现 但经过几周的实验以及巨大的伤亡以后 帝国研究者们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们无法复制或者理解这些兽人造物 并且想要让这件王冠正常运作 就必须将它带在兽人的头上 人类在尝试复现兽人科技时 无数次遭遇类似状况 野兽战争期间如此 哈米吉多顿战争毅然 兽人能用四个字 说明不了问题 正在这时 停留在轨道上的舰队发来了警告 他们观测到 正有大量兽人战舰进入维罗利亚信息 审判官所集结的这支混合舰队 根本无法阻拦如此规模的兽人舰船 并且这些敌舰的目标 都直指凡罗斯所在的地面实验场 这些绿皮仿佛正是被王冠所散发的力量吸引而来 如今 人类舰队与这些兽人战舰还保持有一定距离 位于地面的凡罗斯及其盟友 只要立刻舍弃掉了一个会吸引兽人的王冠并转移位置 这样来接应他们的舰船 就能避开来势汹汹的兽人舰队安全撤出信息 但审判官却不想放弃手中这个 也许可以让他成为人类救世主的王冠 为了保住这个异形造物 凡罗斯构想出了一套作战计划 审判官决定让一支死亡守望小队 携带着绿皮王冠 前往基地旁边山谷中的泰伦控制区 这样当好战的兽人们追踪而至时 他们就会和虫群打坐一团 无瑕顾及人类 之后那支携带着头冠的死亡守望小队 就立刻返回地面基地 与此同时 凡罗斯会带队将位于通往山谷道路上 一艘坠毁的灵竹尖塔庇护所给炸掉 其残骸能够封堵住追击死亡守望 以及王冠的异形地面单位 如此他们就可以带着王冠逃出这个星球了 审判官的这一危险计划 起先受到了包括死亡守望 以及机械教贤者等盟友的反对 他们目前所拥有的部队 根本无法与来势汹汹的兽人相抗衡 盟友们都认为 事到如今 应该选择放弃这个兽人王冠 直接撤离 但一手操办这一实验计划的审判官 并不想两手空空地撤退 无论如何 他都想保住这个王冠 通过自己的口才 凡罗斯最终说服了盟友们 继续帮他进行危险的计划 而就在审判官的计划即将开始时 营地中的卫兵却抓到了一名 试图偷窃运输船 逃离这个世界的人类 此人正式之前 向凡罗斯发送求救信号的同僚 亚逢谬尔 在会面中 这位不安的同僚告诉凡罗斯 他们炸毁尖塔庇护所的计划 注定要失败 因为只有邻主的人 才知晓如何在短时间内 快速穿过其内部的复杂通道系统 炸毁这一巨大的残骸 这个星球过去成是灵族的地盘 但目前已经沦陷 不过此时 还有少部分灵族在冲突中 被滞留在了维罗利亚 他们需要有人帮助 才能离开这个世界 而亚逢谬尔和那些灵族有联系 只要凡罗斯答应会带他安全地离开维罗利亚 那么他就可以联络灵族 安排一场会面 在谬尔的帮助下 神判官一行见到了灵族代表 他们是来自比耶坦 萨姆汗等方舟世界的先知 司战以及来自龙武者海盗团的海盗王子 灵族解释说 那个尖塔庇护所的自毁系统 只能通过他们的灵能才能激活 而通往中央控制台的内部道路网络 更是复杂非凡 没有灵族帮助 人类休想将之摧毁 而他们帮助人类的条件 就是让凡罗斯将之安全地送出星球 到达某个指定的地点 为了完成计划 凡罗斯也只能同意这笔交易 行动开始时 审判官亲自带队与灵族一同进入了尖塔中 准备摧毁这一设施 另一方面 携带着王冠的死亡守望杀戮小队 也前往了泰伦所占据的山谷位置 凡罗斯在进入尖塔前 所收到的最后一份报告称 之前一直朝着地面基地位置进发的兽人舰队 果然调转船头 追寻着王冠前往了山谷方向 虽然进入灵族尖塔残骸的联合小队 遭到了隐藏于通道各处的精英窃取者的偷袭 但理论上来说 只要他们按计划行事 应该就能够趁着兽人与泰伦再次开战的混乱时刻 带着王冠回到轨道 逃出这个信息 可审判官没想到的是 当死亡守望的小队 携带着王冠前往山谷时 维罗利亚上 那些原本四散分布的绿皮群体 居然也受到王冠信号的吸引 开始汇聚起来追踪而至 而这支兽人大军的地面行进路线 就会直接穿过 屋于废弃要塞中的人类地面基地 当凡罗斯的队伍 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好不容易抵达尖塔中央控制台 并让领主启动了自会程序后 队伍幸存者们却发现 那些本该来接应他们的人员 已经陷入了苦战 一批兽人冲破了远处基地的防线 凡罗斯动用自己所有人脉 才集结的部队 正遭到大量敌军的围攻 而类之携带着王冠 负责引诱兽人与泰伦接触的 死亡守望小队 则在后撤途中失联了 就算是这些精英战士 也无法同时应对绿皮追兵 以及循着血腥味汇聚而来的泰伦生物 此时大规模的绿皮舰船已经到来 轨道上迟迟没有等来 撤离命令的人类舰队被发现了 他们正被迫与兽人开战 看着远方基地中熊熊燃烧的战火 一意孤行的审判官终于明白 自己的计划也完全失败 或许当初他直接放弃王冠 带领着人马立刻撤退 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但事到如今 就连生还的可能性也十分渺茫 瘫倒在地的审判官 只有绝望地等待着尖塔的自毁爆炸 将自己吞噬殆尽 据后来的报告所知 凡罗斯带往维罗利亚的绝大部分兵力 都被歼灭了 只有一小部分运输机逃出升天 伤不清楚倖存者都有谁 而内附将凡罗斯及其盟友 拖入毁灭的兽人王冠 更是不知所终 在另一边 当潘卡利斯刺新区中的突围战持续之时 萨汉森设置在不破防线境内的唯一一个突出部 希格玛尤斯塔利也遭到了敌人的入侵 这个由机械修汇所控制的铸造世界非常宝贵 希格玛尤斯塔利的工业产能 对防御相邻刺新区至关重要 不能随意将其舍弃 同时因为这里仅靠着欧卡塔利斯内部 所以希格玛尤斯塔利可以接受到了一些被抛弃人类世界的求救通讯 这也是了解封锁区中敌人情报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 希格玛尤斯塔利还被作为了帝国方杀戮小队们 出发进入欧卡塔利斯内部进行扰乱突袭 情报探查等任务的桥头堡 所以这个本就有护教军驻扎的重要信息 进一步得到了来自各个帝国部队的重兵增援 希格玛尤斯塔利的驻扎将军 伊恩雷克 普拉格斯图克 对自己已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新系中的轨道防御系统进行了升级 驻扎将军打造了成千上万只护教军大队 并将这些兵力派往了周边各处 为其他世界提供了强化防御系统的资源 但尽管做了这么多准备 随着战争的持续 希格玛尤斯塔利所面临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 最初的压力并非来自异形的攻击 而是来自帝国各个世界的难民 每一天都有数以亿计的逃亡者 蜂拥进入希格玛尤斯塔利星系 而机械修会的闲者们对这些不幸的人类当然没有多少同情 欧姆弥赛亚的信徒只接纳了那些撤退而来的机械修会部队 来自帝国其余部门的精英作战单位 以及那些能够作为奴隶的健康人 剩下的难民这全部都被抛给了星系中的其他星球 各个世界的总督们只能将那些惊恐的难民 全部赶进临时建造的收容营地中 并在那里对这些庞杂的人口进行检查 看有没有人遭到异形污染 这一时期许多其他等待处理的难民 只能在那些人满为坏条件恶劣的飞船上 只留数个月之久 这些飞船里的人们遭受着营养不良 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折磨 甚至有人组织起了暴动 但他们得到的也只有当地武装部队的强硬镇压 那些没有受到任何异形污染的人 会被强制要求进入当地星球的工厂 矿场和采石场等设施进行工作 一些身体条件较好的则会被行星防御部队接收 而那些没能通过检测的人 则从此没了应许 消失在了难民营中 直到第一波利维坦重巢舰队的生物舰艇杀到 西港满尤斯塔利星系中的难民问题 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当星系中太空战斗爆发的同时 数百艘太伦生物舰首先袭击了海洋世界杜特里亚 当地那些被部署在巨型漂浮城镇的守军 一边释放着自己猛烈的防空火力 一边驾驶着占有原子深水炸弹的猎杀船队 开始与进入海洋世界的掌有翅膀 以及适应水下作战的独特太伦战兽们 展开海上大战 与此同时 祖星西格曼尤斯塔利也遭到了攻击 但这片由机械修汇耕耘多年的土地 其大部分地表已经被数公里深的巨毒废料海洋所淹没 这种致命地形让帝国守军占据了优势 因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可供入侵的敌军降落 当泰伦重租的孢子空头狼掉进西格曼尤斯塔利的海洋时 便立刻遭到剧毒废料的致命侵蚀 进行先期登陆的精确取者以及利卡特们 在这些剧毒海岸边上留下了警示信号 以避免后续部队误入危险的海中 而包括护教军、星界军、泰坦军团以及多个骑士家族在内的帝国守军们 早已布置好了防线 这个星球有限的陆地让守军们可以集中力量 看守好所有通往防线的区域 泰伦的第一次攻击 在守军们顽强抵抗之下 很快就被打退 但几个月后 西格玛尤斯塔利星系又遭到了一支绿皮部队的攻击 带领着手下一路追杀逃跑难民的血服老大 屠夫·扎格罗伯来到了突出部 并由此发现了更多乐子 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兽人战争头目 被发生在西格玛尤斯塔利星系中的激烈战斗给吸引了过来 当战火蔓延到主星时 最初的战况也和当时泰伦重足入侵一样 这里的守军早已集中部署了成百上千的火炮 并且预测到了入侵军队可能的行进路线 尽管准备如此充分 防御力量毕竟在之前的泰伦重足入侵中遭到了削弱 在接下来的灾难性战事中 帝国和机械修会的伤亡都极为惨重 众多铸造尖塔都被摧毁 但好在此时西格玛尤斯塔利上 还有这一部分在之前的战斗中尚未清除的泰伦残军 人类守军得以在兽人和虫群相互攻击时 或是绿皮们因追随不同战争头目 而引发的内斗中获得了一些喘息机会 最终在一系列艰苦的战斗以后 西格玛尤斯塔利的军队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势 然而经过这些战斗 朱造将军普拉格斯图克明白 他们已经承受不起异形们的下一次进攻了 于是西格玛尤斯塔利便向外界发出了球员呼叫 但在之后的日子中 来到西格玛尤斯塔利新系中的只有越来越多的敌人 上千艘生物舰船突破了越来越薄弱的轨道防御系统 向机械修会控制的主星抛射出了无以计数的登陆部队 而且这一批进行登陆作战的泰伦战兽 甚至进化出了能够抵抗铸造世界上腐蚀性废水海洋的坚固外壳 这一情况让帝国防御者们措手不及 守军承受了数以百万的伤亡 大量铸造尖塔在虫群的攻击下视线 正当这个区域的帝国守军 无法再阻挡敌人的新一轮攻击 仿佛一切希望都熄灭时 一支救援部队终于从西格玛尤斯塔利新系的曼德维尔典出现了 类似一支有着数百艘战舰 以及大量运兵船的庞大舰队 这股力量主要是由布区远征第一舰队 伊拉斯姆战斗群5号特遣队所组成 第一舰队是回归的基因元体发起不屈远征时 首批出发的远征舰队之一 这支由基里曼亲自作证的舰队 拥有数量最多的援助辉盾 当第一舰队完成最初的战略目标 在加萨拉默战役击败黑色军团 解除了混沌战帅阿巴顿对于太阳系的封锁以后 便拆分成了大量分支战斗群 前往迎合各处的战场 而目前来到欧克塔留斯战区 由指挥官赫利卡阿琼所率领的伊拉斯姆战斗群5号特遣队 便是第一远征军的一个分支 与这支特遣队同时到来的 还有势力庞大的刑伤浪人伊瓦法洛摩尔的舰队 这名手眼通天的刑伤浪人 在欧克塔留斯的战争中 通过倒卖武器装备与情报 有偿帮助人们逃离战乱区 或者偷渡进入其他星球等行为 非法谋取了大量财富 此前法洛摩尔在得知圣血天使母星 遭到泰伦重群围攻时 还曾派出过自己的几艘战舰前去驻战 想要以此来加深自己与星际战士战团的联系 正是通过这些眼光独到的判断 伊瓦法洛摩尔积累下了丰富的人脉与资产 所以这一次他也是选择与不屈远征军一道 前来解救驻造世界西格玛尤斯塔利 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而跟在特遣队以及刑伤浪人舰队旁边的第三股势力 则是由黑色圣堂战团长至高元帅赫尔贝茨 所率领的几十艘星际战士舰船 至高元帅的旗舰永恒圣战者号 便是这支混合舰队中体型最为庞大的巨型战舰 在大猎西出现后 复活的基因元体罗伯特基里曼 曾亲自拜访过黑色圣堂 这个有点独特的帝国之权子团 并通过与至高元帅赫尔贝茨的深入交流 确保这些多恩的子嗣接收下了考尔的援助星际战士们 之后与元体长谈过的赫尔贝茨 便亲自带队加入了第一远征军 并与伊拉斯姆战斗群五号特遣队一道 来到了欧卡塔琉斯战区 对于狂热的黑色圣堂来说 任何异形生物本就不配活在这个宇宙之中 他们会以神皇的名义 焚尽西格玛尤斯塔利星系类的所有异形 新抵达的帝国援军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舰队立刻分散开来 向着星系中遭受围困的不同星球警发 当这些战舰开始与占据轨道的绿皮垃圾船 以及泰伦生物舰展开太空战斗的同时 数以百万的登陆部队也被部署进了地面战场 黑色圣堂们前往了那些交火最为激烈的地方 这些星际战士征援了许多濒临崩溃的防线 帮助守军打退了多次异形突行 光是他们屠杀一行的身影 就能让刚刚还陷入绝望的帝国士兵们重振时期 至高元帅赫尔贝茨前往了西格玛尤斯塔利主星 并与那个阵带队攻击铸造尖塔区域的强大蛇咬士族战争头目 塔斯克格罗布灭世者爆发战斗 此时为了击破人类的防线 灭世者部署了六台装满炸药的巨型工程锤到战场上 这些巨大的武器由十几头体型同样巨大的石骨格生物 暴兽恐龙拖拽着移动 其中一头巨兽正是灭世者的坐骑 兽人战争头目正在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这场争夺α1号的战斗迅速发展成了整个星球上最激烈的冲突 帝国航空兵们与兽人飞行中队争夺着制空拳 新界军的装甲编队冲上前去 想要阻拦攻城锤的前进 但却被兽人横冲直撞的狂飙车队截住 在那些庞大的暴兽恐龙身上 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机枪火炮 以及亢奋的兽人小子 这些防御力量让帝国部队先期发动的攻击都已失败告终 但仔细观察着这些战斗的至高元帅赫尔贝茨 也发现了绿皮巨兽的弱点 这些生物武器周围并没有装备任何形式的护盾系统 至高元帅立刻呼唤来了武装运输机 组织起一场突击行动 所有正在与兽人进行空中搏斗的帝国战斗机 都被要求前来护送突击部队 在航空兵们的掩护之下 由黑色圣堂星际战士 以及机械教护教军所组成的突击队 顶着绿皮空军以及防空火炮的阻拦 通过运输机空降到了那些暴兽恐龙背部巨大的堡垒之上 开始与其中的兽人展开近身战斗 至高元帅本人更是直接跳到了领头的巨兽上 因为这头巨兽便是战争头目灭视者的作家 赫尔贝茨和围绕他身边的剑子兄弟们 练诵着战斗颂词和对帝皇的战歌 冲入敌群之中 这里的每一个敌人都是兽群里体型最为庞大的精锐 兽人卫兵如猛兽般扑向星际战士 这些凶狠的异形恨不得马上就把黑色圣堂们的头颅砍下 挂在自己的战略品架上 在巨兽背部狭小而封逼的走廊战场上 星际战士与绿皮展开了一场血腥较量 在不断的肉搏挥砍之下 周围通刀的地面已经布满兽人与人类的血液 当自己周围的剑子兄弟们拖住其他兽人之时 至高元帅赫尔贝茨便凭借着自己高车的剑术与身法 快速穿过敌阵 一路来到了这一建筑的顶层 灭死者所在的平台上 随即至高元帅便与这个高大的异形头目展开了战斗 令人惊讶的是 当至高元帅发起攻击时 这个绿皮领袖居然用一把跃动着绿色能量的大斧 接住了星际战士每一次的精妙挥击 而战争头目的格挡 能把赫尔贝茨的手臂震得生疼 几个回合下来尽管胸中饱含着怒火 但黑色圣堂战团长却越战越皮 怎么也无法攻破眼前敌人的防御 看到对方已经乏力 灭死者趁势发起反击 战争头目的一次凶狠挥砍 直接打断了至高元帅的一条手臂 绿皮迅猛的拳头更是击碎了赫尔贝茨的头骨 遭到重冲的至高元帅被打得单膝跪地 一股股鲜血正沿着他的脸庞流向地面 正当灭死者举起战斧 想要终结星际战士的性命时 至高元帅看准时机 抬起自己的复合武器 一枪打爆了灭死者的膝盖 兽人头目摔倒在地 发出痛苦的咆哮 趁此机会 赫尔贝茨立刻站了起来 迅速用自己的剑刃 刺穿了这个猛兽的脑袋 随着兽人战争头目的倒下 以及其他突击部队 成功登上了拖拽着弓城锤的巨兽 异形的攻势终于被倒了下来 之后 在这支真援舰队的帮助下 西格玛尤斯塔利星系 各处的局势逐渐稳定 助兆将军普拉格斯图克 开始进行一些重建工作 但他已经怒不可遏 虽然自己的星系得到了真援 但这些真援是来自星际战士 不驱远真军 以及刑伤浪人的 自始自终 不破防线的建造者 萨汉森所承诺的援军 都没有赶到 助兆将军认为 这个审判官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为了表示抗议 他开始拒绝为乡邻区域提供援助 转而把所有资源 都用到加强自己 心系的防御工作中 但这一情况 其实也并不是 萨汉森故意不支援助兆将军 而是因为 如今不破防线上的裂痕 越来越大 欧克塔利斯的战况 正在迅速恶化 审判官自己 也没有多少兵力 可以调遣的 正当人类还在因为 自己防线上的 一个个新区战场 而苦劳不已时 泰伦虫群则对隔离区中的兽人 发起了总攻 目前 虫巢舰队已经从混沌信徒们 所发起的先邪远征中 恢复了过来 新生的处须 正直奔兽人帝国的中心 欧克塔利亚而去 数以亿计的 泰伦生物舰艇 攻击并隔离了 欧克塔利亚星系中的 所有兽人星球 虫巢意志计划 同时征服 并吞噬这些行星 这样便能够确保 各地的兽人部队 都无法互相支援 而虫群在这些世界上 所获得的生物质 就将成为 攻打主星 欧克塔利亚的战争补给 坏跳跳星的战争头目 喜爱狩猎猛兽的重踏者 被虫群引诱到了 一处陷阱之中 反被猎杀 那些固守在 搞歌之鲁 武装小行星要塞中的 绿皮部队 在一系列惨烈的包围战中 耗尽了资源 最终被泰伦全部吞噬 达卡索特上的 兽人狂飙车队 遭到了 泰伦飞行生物的 火力压制 只能选择 躲进星球地骨之中 但在隧道地形里 无法畅快飙车的 急速怪咖们 被虫群驱赶到了一处 全部成为了 泰伦生物的食粮 而围绕于 厄马克星球轨道上的 兽人造船场 以及船物 则被虫群所派出的 巨型鳗鱼状 太空生物攻击 这些怪兽的巨型大嘴 吞噬了造船场 严重打击了 绿皮战舰的生产速度 而厄克塔瑞亚 祖星旁边的 欧洛克星球 更是早已被消化殆尽 这个世界的地表上 布满了消化池 这些资源 全部都被虫巢意志 用来孵化更多 巨型生物件 支援前线 在极其高效地 处理完了周围的星球以后 虫群便开始 对九宫不下的 厄克塔瑞亚祖星 发起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无以计数的 生物舰艇 开始与厄克塔瑞亚轨道上 聚集的兽人舰队 展开战斗 这一次 虫巢意志 吸取了之前 与绿皮作战的所有经验 从而为攻击行动 制定下了复杂而完善的计划 虫群并没有急于部署地面主力 而是在太空战的间隙 先行派遣出了 基因窃取者一类的先锋生物 对兽人地面防御设施 进行特种行动 他们不断切断着绿皮们的补给线 破坏着后勤工厂 避让那些在之前的攻击中 没有被消灭干净 躲藏于这个星球上的部分太轮残军 重新集结起来 准备配合新一轮的攻势 为到来的空头包子囊 清理出安全的登陆区 自搞哥与毛哥的先知 睡骨者 拉了一大批兽人部队 去追寻伟大之瓦后 奥格塔瑞亚上的大魔王 早就换了人 这个新任大魔王 也是在残酷的绿皮内部争斗中 杀死了数十个竞争对手 才坐上受人帝国统治者的宝座 这个凶狠的新老大 在新一轮的战争爆发以前 已经将奥格塔瑞亚的防御体系 强化到了极限 但面对太轮重群 如今坚定而无情的攻势 胜利也正逐渐离他远去 围攻奥格塔瑞亚的行动 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每一天都有 无以计数的太轮生物被杀死 但每一天都有更多的处需 从四面八方抵达 重群的每一步行动 都体现出了永恒般的耐心 与极其严密的计划 重巢意志是要将眼前这个 已经投入大量资源的星球 吞入腹中 在不断进行着正面消耗的同时 狡诈的重巢意志 也在想方设法地 狙杀着那些辅佐大魔王的 兽人副官们 渐渐的 大魔王被重群孤立了起来 当他手下的兽人指挥官们 全部都被一一消灭后 重群便将大魔王 及其最后的一批部队 围困在了一座垃圾城里 在那场残酷而漫长的围攻战中 大魔王及其部队 打光了武器中的每一发弹药与能量 砍盾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每一把砍刀与战斧 泰伦与兽人的尸体 布满了大地 当兽人大魔王本人 也在与泰伦战术的搏斗中受伤时 重巢意志的先锋 一直在暗中指挥着此次作战的重群领主 看到时机终于成熟了 这头恐怖而狡猴的泰伦节点生物 暗随着数百头精锐的暴君护卫 以及柜子手降临了战场 并最终在一番血腥的战斗以后 将奥克塔琉斯 兽人帝国的现任大魔王给击杀掉了 重群领主 撬开了兽人领袖的头盖骨 将他的脑僵吸食殆尽 利维坦从朝舰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当奥克塔琉斯的大魔王被击败的消息传开以后 许多其他地区的兽人部队 几乎立刻便陷入了内斗之中 就帝国情报人员所知 在大魔王死后的几周内 就已经有至少六个战争头目 宣称自己是奥克塔琉斯的新任大魔王 这些兽人各自集结着兵力 开始了一系列的高强度内战 如今的绿皮 如果不能尽快决定出一名领袖 再次统一个股势力停止内战 那么他们将无法再对抗太伦重去 对于终于攻下奥克塔琉斯的利维坦来说 这支收获到大量生物质的虫巢舰队 已经变得空前强大 其拥有的资源足以供应 接下来规模极其庞大的吞噬行动 目前因为不驱远征舰队等资源的到来 帝国方面暂时解决了不破防线上的一些问题 但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防御权里已经取得优势的虫群 继续不断吞噬四分五裂的绿皮兽人 那么泰伦部队的规模将会进一步膨胀 而当那些绿皮全部都被消灭后 不知满足的虫群肯定就会把目光投向人类了 更令人绝望的是 这群虫子也只不过是利维坦虫巢舰队的 其中一个分支处虚而已 在奥克塔琉斯战争进行的同时 不破防线以外的其他战场上 还有着更多的虫巢舰队正在活动 就连大列西另一边的帝国暗面 都有着利维坦处虚的阴影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虫巢舰队出现在银河系边缘 这些恐怖掠食者的真正规模 正变得越来越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